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从这个手上看,这个元宝文已经形成了 并且四脚不露,这个财库还是非常大的 财运风浓,而且做事踏实稳重,是一个很靠谱的人 所以在事业上,事业线清晰直上 并且微微的穿过了感情线 所以说在工作方面还是非常稳定的 工资也是不错的 但是在感情上,遇到正缘的时间还是偏晚的 所以说会晚婚一些,跟子女的缘分比较薄 以后怀孕要经常会经历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这是从手上的反映出的一些信息 我们从这个手上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育有一儿一女 而且他这个手上当中,从婚姻线来看 有一些偏基本上跟儿子是无缘 虽然是女儿,但是非常乖巧懂事 落落大方,经过自己耐心的培养了以后也是会非常有出息的 未来会成为自己的骄傲 而且孩子是会在自己身边,跟自己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即使是晚年,也不会感到孤苦伶仃 这个生女儿有的时候孝顺的话,比男孩还孝顺 这个是从手上当中 我们可以,我们看这个感情线 这个就是跟子女啊,比较缘分比较薄的 就是这个婚姻线从中断开 从中断开,就是感情线从中断开 并且整个手掌是天文人文合二为一 这个是断掌 婚姻并不是很顺利 婚姻方面没有子女,而且他不相信爱情 以自我为中心喜欢独来独往的一个人 今生的子女的福气是比较薄弱的 而且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一生是容易孤苦无一 断掌之人,行客六亲 好了,有关这个手下当中 一些特点跟子女相关的一些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要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